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令,在2012年没有出国之前,我的雅思写作怎么样考都是6分,然后呢,你可以看到这是5月10号的成绩,也是写作6分,那个时候已经是第四次考了,然后你可以看到我这个表情已经被虐得不行了,所以我特别可以能够理解你现在的心情,就会觉得说,我怎么怎么每次都是6分,因为觉得很奇怪,但后来我掌握了一套方法,这个方法呢,帮助我在16天之内5月26号的时候, 然后,雅思写作考了7分,然后我的平均分就是每一门都是7分,考到了上了那个莫大的Must of Teaching专业,毕业之后的话呢,我就录了一个课程,希望可以帮助更多的人,然后这是一个网络的课程,比如说可以帮我的学,帮助一些学生,14天考到7分,然后还有考了之前考了七八次的学生,第一次就可以搞到7分,甚至是8分,那你现在需要做的呢,就是呢,我有一个7天的免费网络课程,听好,这是一个7天的,然后这是一个免费的网络课程, 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看,上了这个课之后呢,你还可以去体验手机application,比如说这个手机application可以帮助你边走边背单词,还有在线测试题目,真正可以去让你take action,去背一些词组, 然后报名方法很简单,停一下这个视频,用你的手机微信,扫描一下下面这个二维码,这是助教的二维码,它会把你加到我们的微信大义群,同时会告诉你怎么样去报名这个7天的网络课程, 这课程里面你还会学习,我的核心方法就是abc加recipe,40组abc四组,同时还有几套四组万能的recipe,所以说希望大家可以尽快去报名这个课程,如果你周围有同学考亚思的话,也可以把这个二维码去分享给他们,好,下面你就可以来看一下今天的daily lesson了,daily lesson是每周一至周五,每天都有一个, 好,同学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一下免费课程的第89课,今天应该是免费课程的第22周了已经,才22周,我觉得已经过了好久了,我们再讲一下,主要是复习一下boss views题目,当你去同意一篇的时候,如何写让不反驳的结尾段落,也就是说其实更主要是来讨论一下,结尾段落是怎么样写的,因为boss views题目其实是很common的对于我们来说,但是有些时候我们比较喜欢的那种提醒是说, 我们认为两边都对的,那种是比较好写的,稍微难一点点就是,你认为一边对一边不对的时候的结尾段是怎么写的,尤其是复费课程的同学,一定要认真听这一节课,因为我们很多复费课程的同学,你们经常会学到后面,把第一节课学的这个结构全部都给忘掉。 好的,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我们讲的这个题目啊,其实这个题目就是上上周我们考的嘛,some people think,就是上上周,什么时候考的,这是澳大利亚的一道真题啊,有些人认为,所有的国家,就是国家应该去,都应该去帮助其他国家,而有些人认为这个钱根本就没有办法帮助那些穷人, 为什么呢,是因为你想一想为什么不行,肯定那个前辈可能就是被当地政府给挪用啊,这样子的,你们知道我这次回到国内的时候,他们说我的中文一下变了好了很多,我觉得和经常给你们录课有关系,我觉得我说的可好了现在,然后我们来看,我突然间收点别的,主要是因为最近在国内,我觉得我第三次回国今年,我反应特别快了已经,比以前反应快了很多, 所以说就是practice is perfect,学英文也是这样的,应该多practice一点,我们来看啊,learning,我们以后的那个课件还是都变成英文的了,是因为我还是写不是,不是写的,写的不是特别好,中文的挺奇怪的,所以我们就变成英文的,如果你们有不理解的地方呢,你们再给我留言,再问我就可以,好,learning objectives,学习目标,以后我们课程都是这个结构啊,学习目标就是review idea map,免费课程同学的, 第二节课你们学到的,然后第二个学习目标呢,是说去复习一下recipe免费课程的第四节课,然后去review一下how to google ABC phrases免费课程的第三节课,不过你们不用担心啊,这个abc phrases因为网站上面就有这个帖子,然后我也给你link到下边了,你自己直接去点一下看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来看assessment,就是你们今天的作业,好,免费课程的同学的话,因为我们今天讲的是10 minutes planning,然后自己google ABC词组写 10 minutes planning,然后付费课程同学的话,一定要用课程里面的ABC词组去写10 minutes planning,我再重复一遍啊,一定要用课程里面的ABC词组去写10 minutes planning,原因呢,是因为,是因为,你们真的没有必要再去google什么ABC了,然后你没必要浪费那个时间,还有一个就是说,主要是为了去考察一下你自己去理解ABC,应用ABC的能力, 就像我之前跟你分析那个同学,考气氛的那个同学,他用的ABC全部都是课程里面的,然后也是一个新题他考的,所以就是说,你要去学会怎么样去应用已经学过的知识,这点东西就足够了啊,然后我们第三部分就是怎么样去交作业,微信,拍照片,发到微信群里面就可以了,嗯,然后我们看今天的课程啊,今天课程我们主要是讲一个10 minutes planning,就是structure,ABC和recipe是什么,是什么样子的,如果你不知道在说什么,大家多话, 肯定是因为你没有注册我的免费课程,一定要去注册一下,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目的话,我们第一步的时候,去决定它是什么样的,呃,什么样的类型,以及什么样的structure,我一般说type的时候,这个type是包括两种的,你们记清楚,一种就是structure type,第一个就是structure type,也就是说,我给你写上吧,也不你又不知道,structure type,也就是说这篇文章我要用什么样的结构,你们看似这个很简单,对不对, 也不就是结构嘛,对吧,但是很多同学都容易写错,所以,尤其是boss views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当你这个题目,首先我判断,它是一个boss views的题目,structure type的时候,你就判断的时候,gray还是disagray啊,boss views还是reasons and solutions这样,那很简单,它是一个boss views的题目,好,然后我们再来看啊,boss views的题目,也想你是同意一边,还是同意两边,对吗,不管你是同意哪边的话,你的body一都是两个ABC加两个recipe, 就是两组嘛,ABC加recipe,body二也是一样的,到conclusion的时候,好,我们看一下啊,conclusion的时候发生改变,如果你是同意一边,也就是说你要么同意一,要么同意二,那你的结尾应该写让步和转折,concession和refutation,我再重复一遍啊,如果你只同意一边,你的结尾一定要写让步转折,挺好啊,这个让步转折是一定要在结尾写的, 你不写的话,别人根本就不知道你为什么同意一边,你根本就没有讨论,根本就没有说为什么你的观点是这样子的,好,第二种情况就是,如果你两个情况都同意的时候,两三句话一概就带过,你就说哎,上面这两个都对,所以我都同意这两个就OK了,好,第三个就是你sitter on the fence,你同意你是在中间的,对吗,那你就说在condition one的时候,一定要给一个condition,就可以说在这种情况的时候,我认为一,在那另外一种情况的时候,我认为二,比如说有些人说,嗯, 你觉得假如说这个题目,跟你这样出说,有些人说,所有国家都应该帮助穷国,然后第二,对,国家应该怎么说啊,好,第一个,第一个,有些人说,所有国家都应该帮助穷国,第二个观点就是,所有国家都不应该帮助穷国,你是怎么样认为的,那你最后的时候,最后一个结尾段,你就可以在中间,你就说有钱的去帮助,没钱的可以不帮助,你也可以这样子写,所以你这个有钱的就是一个condition one,没钱的就是一个condition two, 我们现在继续往下看啊,往下看一下,这道题目是A还是AC,这题目,稍微有点神奇啊,比较,稍微有点难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view one,它的第一个观点是,哎,大家一看就可以看出来,你看它说,some people think countries have a moral obligation to have each other,实际上就是,应该 have the moral obligation,就是,I obliged to do something,实际上就是,they should do something,就是这么简单, 因为很多人都卡在这个moral obligation上面,卡它干什么呀,不用在这些,你觉得,如果你,你记住啊,考试的时候真碰这种词,你一想,哎,不知道什么意思,你就,要么yes,要么no,就可以这样理解,要么就是,要么就是不是,蒙一个就可以了,这题显然就是是,也就是说它应该帮助那些人,对吧,好,那这种说应该不应该,肯定是,肯定是A的, 也就是说是利弊分析,对不对,来说一下,帮助那些人的好处,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个点,第二个点变了,第二个,他说,有些人说,the great deal of money doesn't reach the poor of the road,在说什么呀,就是你这个钱,这个帮助,没有办法,到那个最穷的那个人,就是真正需要帮助那些人身上,在说什么呀,这里面我问你,有几个,这里面有几个逻辑点,一个是说,ate money吧,一个是说,poor of road吧,两者之间什么, 关系,问题是,是A导致B,是前面这个A导致B,是C的关系吧,是不是啊,就说它没有办法导致C,是不是让你论证的是,AC啊,这里面有两个逻辑点,这个你们一定一定要注意啊,两个逻辑点的时候,实际上它说的是一个AC的,好,AC的时候呢,那A就是help,就是这个钱,对吧,帮助这个钱,C就是 cannot reach those who really need the help,好,我们再往下一点啊,我们再往下看,好,这个时候呢, 你应该很清楚了,已经知道,哦,结构是这样子,那这个时候基本上你就拿到6.5分,基本上拿到6.5分就有了,脑子比较,也不是说脑子比较正常,如果你家澳大利亚生活都很多年了,没有太大问题,我们都是,肯定就应该是有6.5分了,应该是有6分这小时,你不跑题,再往下说,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题的keywords,不就是这两个吗,moral obligation,也是 cannot reach the poor,这个不要在moral obligation这上面纠结太久,就是可不可以帮助的意思,然后下面,决定你能不能上6.5分的在这边, idea map,你能不能很好去联想它,我稍微给你们讲一点点idea map,好吧,我们来稍微复习一点点,那我看说,如果我可以帮助这些人的时候,可以帮,我说应该帮助这些人,那对于个人和对于社会有什么好处,那对于个人的话,不就是少suffering吗,你可以从健康的角度来讲,也可以说越来越有钱的角度来讲,你还可以说他有了钱之后,可能情绪会比较好,对不对,整个社会会会比较稳定,这个你们都会,然后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肯定就会更好,这个两个月之间, 之前我们讲过,这个一模一样的题目,两个月之前讲过,还跟你们讲说,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就会更好,讲过这个啊,所以这个你用哪一个都可以,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嗯,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目的time means planning是什么样子的啊,time means planning你们都知道几个段落,每个段落的abc和recipe都是什么样子的,我们看包第一的说,help other countries,prost,写两个prost和recipe, 我重点给你讲一下recipe的这个变化啊,好,因为这个题目的结构稍微有点tricky,因为bossius题目的时候啊,当你去同一一遍的时候,你的conclusion相对来说会稍微稍微长一点,因为你要写让步转转折嘛,这个时候你的body one控制在90个字,控制在90个字的时候,这回就完了,因为你的recipe有可能会很长, 所以你稍微控制一下你recipe,写的时候稍微去灵活一点,我一会给你讲recipe要怎么样,给它简短一点啊,我们先来看一下,prop1的一个好处就provide help to impoverished countries,reduce people's suffering and enhance friendships between two countries,这个很简单,好,recipe就是i,动词c,随便举一个例子啊,这边应该是for example,for example,正是因为a发生才有了b发生,然后就有cang的发生,对吧,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如果这个是,我下面这个啊, 空格里面的,括号,这不叫括号,这叫括号里面的很重要,当i,that,b大于两行的时候,也就是说当你去写这个句子,在你的答题纸上面写大于两行的时候,then write a separate sentence for c,听清楚啊,如果你ac你都占了两行了,这就是quantified的东西,占了两行了,你的c一定要单独写一句话,要不你就完蛋了,因为要不的话特别特别容易错,我上次就是这个情况,我因为ac,ab都写了两行了,然后我们 没有任何意识,然后又写了c,又放在后面写的,一下那个句子就变得非常非常胖,胖就是很heavy,好像一个吃了丈夫子的小朋友一样,所以就是,就是,对,就觉得特别诡异的呀,不是特别好,我们再来看啊,proc 2,financially white countries,但去帮助了一些financially white countries的时候,就会fulfill the important needs to citizens, 然后 enhance their quality of life,这个我们是用哪一个,不是实际上我们用,我建议你们可以再写具体一下,我没有写的很具体,实际上用这个,你还可以用什么呀,可以说什么release their suffering,还可以说什么provide them sufficient food,还可以说prevent them from being affected by related diseases,还有什么financial,什么they have sufficient money to cover their cost of living, 这次都可以,最终导致就是 enhance their quality of life,对不对,就是好处,两个好处,一个是对于社会,一个是对于个人的,然后recipe这边我用的是a动词b,a动词b whichc,这个时候记住啊,如果你的proc 1已经大于70个字了,一般情况下是写6到7行的时候,对,一般是写7行的时候,是大于70个字的时候,请write only one sentence skip a and c,也就是说你这个recipe就没有a和c了,这里面只写ab whichc,这样子你可以把字数真的控制, 在90个字之内,要不然的话,你这样写的话,你这样写的话,字数很容易很容易抄的,实际操作的时候啊,我怕那个时间是不够的,我写自己感觉还可以,但你们真正写的时候肯定会不够时间,好,body 2 cannot reach those who need help,好,ac,第一个ac,我用的是reasoning one,因为ac实际上是让我们去解释原因的a怎么样去导致c的,我们看一下我的b是怎么样找出来的啊,most of donor countries only provide,也就是其实a也是我,也就是说a是,这时候你们记住啊,这里面有没有什么, a就是我们那个大a,给这个help的一个特征,一个特征就是,大部分的国家都是only to provide financial aid without any follow-up monitoring,你们记住,在写的时候一定要写这个,without,大部分的国家是有这种情况产生的,之前你们提交那个abc同学们,你们都没有写这个,所以你们都写跑题了,也就是说你没有给这个大前提,你直接上来就写说啊,当地政府this will lead to corruption,为什么 lead to corruption,同学们, 是因为lack of follow-up monitoring,还是因为大部分的,就是说一定要注意你warding的时候,不要说所有国家都这样,是大部分的,increase the probability of recipients,governments utilizing the endowment of property,这个endowment实际上就是那个help的意思,feel to benefit people who suffer from difficulties,这个abc的特点是什么,我问你们,ab都很长,那这个时候c就应该用被动于态了,这个我们之前讲过,稍微给你提一下,ab很长的时候c用被动于态, what name is pretty long,break b and c,不要把b和c连接到一起,write a separate sentence for c,to vary the sentence structures,and use passive voice for c,we use this blah blah blah,如果你想考8的学生,我现在说的这些extra的这些点,你全部都要回,active voice就是i love you,passive voice就是,就是you are loved,就这么简单,这个是主动性,主动语态,这个叫被动语态,你就记住这两句话就可以了,active就是我爱你, 被动语,passive就是you are loved,就这么简单,反过来说,然后下面ac,下面一个raisoning的ac,我没有写那么多,就写了ab,因为前面那个,我写完之后,字数实在是太长,你看这个abc很长,你写到这个planning的时候,肯定就会觉得,你这a又写这么长,没有那么多了, some poor country's governments focus more on areas that drive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rather than their citizens' well-being,this will prevent the locals from receiving assistance。 你也可以说加一个b,你可以说怎么样,他可以说可能就会,maybe lack money to be,你可以说reduce their money spent on solving problems suffered by the citizens,然后c就是那些,the poor rich or those who live in poverty cannot receive the assistance,你也可以写三个都可以的,recipe就是a,this b,就ok了,因为这个挺长的,我们就写一个this b,看到了吗,我写一个this b, 当a很长的时候,我用的是this b,上面的时候,当a很长的时候,ab很长的时候,我用的是passive voice,怎么样改都可以,conclusion的时候说一下,concession refutation,怎么要去让步,让步的时候,你就是让他,就是让你前面的这个,你不同于那个观点,要找出他的破绽,是哪,他破绽不就是跟你说,你不会follow up,也没有很多监管,对不对,然后很多人都会只去发展经济,而去不发展其他领域,那你可以说,这种情况是,这个a是不存在的,你可以这样, 你可以说,有些banking system会improve the internal controls,所以说它并不可能会出现这种,可能说corruption的情况,很少有可能出现,因为现在这个system变好了,明白吗,就是说,a是不存在,corruption不存在,你还可以再多写一个,我没有写那么多,因为我想控制字数,没写很多,你可以再多写一个,你可以写什么呢,你还可以说,你把第二个也去refit一下,你就说,你还可以说, 嗯,还有一些,就是实际上donate countries,捐钱的那个国家,他自己也会去,现在有更来,就是,即使捐钱的那个国家,不会去管这个钱,但有很多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他们也有一些,可能是一些regulations, 去,或者是说upfront,在开始他们去签那个sign up的agreement的时候,他们就会有说,this money can only be used in certain areas,instead of being used in developing your economies, 会有这种情况,那你就可以说,有些时候,大部分的时候,现在,可能越来越多的donate countries会注意这个问题,所以他们会签一个agreement,你这样子的话,也会好一点,但是那样字数会比较长啊,不要写那么多字, 然后还有一些同学说一下啊,我们再来说一下,有些同学说,老师可不可以每一段写一个raison,然后最后一段写的长一点,那个是可以的,可以的啊,如果你是boss video题目的话,你觉得太多了, 每一段写一个raison,最后一段写长一点,是可以去balance的,但是你注意不要写字数不够,因为经常出现的问题是,就写了240,倒不了270,大部分同学是这样子的,所以宁可,前面写的稍微多一点,后面你可能写大概两三行这种,也不要出现字数不够的情况,好, 那我们今天这个10 minutes planning就讲到这边,作业就是你们自己去写10 minutes planning交给我,免费课程同学,我这边写啊,呃,免费课程同学交完作业,就是自己去google abc,不要跟我写一样的,付费课程同学的话,不要跟我写一样的,自己去组里面去找哪一组的abc,然后交到组里面就可以了,呃,我觉得这个练习,我就最早几个月之前我们做过一次,还挺有效果的,马上就有同学,会自己去那个组里面去找abc,然后交到组里面,我觉得还挺好的,以后我会经常保留这个作业的,好, 你们先写吧,我们,呃,从这周开始想试一下,就是我们一周可能练两个题目,我们这样练也不会练很多,你们就写写abc啊,10 minutes planning,然后我们放到组里面付费课程同学啊,放组里面讨论一下,然后,呃,比如说abc加recipe啊,你们明天就是写你们那个第一个的abc加recipe,可能你们还会跟其他同学讨论一下,你的abc和recipe要怎么样改一下这周, 好,一周我们大概就是过两个题目就ok了,好,我们就讲到这边